嘉義縣是人口老化特別嚴重的地區 日程有位52歲的純女士 不幸跌倒導致外懷骨折 到嘉義長根就醫 這兩過程中意外發現是因為骨質疏鬆 才導致意外受傷 台灣50歲以上的男性大約有25%骨質疏鬆 女性更高達40% 但就醫人數卻不多 因為骨質疏鬆症往往沒有明顯症狀 在省衛生局和嘉義長根合作 整理骨質疏鬆篩檢計畫走入社區 不到民眾認識骨質疏鬆 以及如何預防骨質疏鬆找上門 飲食上可以多補充牛奶 起司乳酪或是說堅果 另外還有一些豆腐 豆干 還有一些堅果類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一些含高鈣的食物 塞到太陽 那我們就有產生足夠的維生素D 可以幫助我們鈣質的吸收 陳俊良醫師表示 預防骨質流失要從平時生活習慣做起 希望長輩都可以及早檢測骨質密度 及早保養 讓生活品質和生命不受骨質疏鬆威脅 新唐亞太電視劉彦旋 方雅贤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不妙